教育部长吴清基昨天表示将会争取明年六月前要开放陆生来到台湾就读以及承认大陆学历 那么初步是规划说要承认是以985工程为主的41所大陆顶尖大学的学历 而且是可能会溯及既往 那么开放陆生来台的部分公立大学只能够收硕博士生 而私立学校则是技砖大学研究所都可以收陆生